一位巴勒斯坦高級官員在星期三表示 巴勒斯坦人不會因為美國總統川普停止援助的威脅而被討詐 川普總統在推特上發問說 美國每年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數億美元 而卻得不到一些領情或尊重 巴勒斯坦官員阿什洛惠 星期三發表聲明作出回應 他說川普總統顛覆了他們的和平、自由和正義追求 不過居然因為他自己行為的後果而指責巴勒斯坦人 川普總統違背美國的長期政策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並且啟動了將美國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遷到耶路撒冷的程序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·猛烈批評川普總統的決定 說這意味著美國放棄了他們在和平進程中一直發揮的作用 聯合國大會已絕對多數通過決議不同意川普的做法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利在星期二表示 美國將會停止為一個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救援的聯合國機構撥款 hesia seid考慮的是 中國教材 estamos敷衍 Rab 印度&巨出平